大家好,然后特别高兴能有这次机会 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关于这个创意编程和传统设计的一些话题 然后和一些自己做的东西 然后这两天有好多好朋友看到了这个推送 然后再跟我说这个分享会 然后国内的很多好朋友两年都没见了 然后特别想念大家 然后我可能那个说话口音比较重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然后可能讲的不好和不对的地方 也想到大家能够批评指正 然后因为我特别喜欢做一些这种 我特别喜欢所有会动的东西 然后喜欢做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好玩的东西 然后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看电影 电视这些看视频 然后我本科的时候最开始学的是那个摄影专业 然后后来感觉可能还 还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 这种静态的表达方式 所以最后还就选择了 一年级结束之后 选择了那个转专业到信息设计 就是这个那个设计的专业 然后后来接触了那个交互设计和信息设计 这个学科之后 最开始也不是很懂究竟是干嘛的 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很多这个特别厉害的老师吧 然后对我的那个启发影响特别大 然后有一位 清华有一位叫施丹青的老师 然后他可能主打的是那种 那个偏艺术方向的 然后做很多这些 比如说互动的装置 然后这些东西 然后在国际上也获了很多大奖 然后当时觉得特别炫酷 但是那个不会做 然后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个 我还没有转到信息计之前 他们那个交互专业的第一个 那个施丹青老师的课的第一个作业 就是用那个processing 当时的那个这个编程软件 去用那个代码写一个这个时钟 然后那个分针时针秒针 去那个走动的这一个效果 然后就是感觉特别难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在那个心里面 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 然后后来研究生阶段 我是到了那个 这个那个纽约大学的ITP的这个项目 然后这个专业呢 是相当于就是致力于 这个艺术设计和科技的这样一个融合 然后可能也 就是遇到了很多 这个志同道合的人 大家可能就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都是像我这种可能比较喜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然后没什么用的东西 然后那个在这个ITP里面可能有两位老师 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比较厉害的 一个是那个叫 叫叫叫叫叫丹丽曦 它是这个比如说processing 包括现在的一些 那个主流的这个创意编程的语言的主要的开发者和那个推动者 所以是电极人之一吧 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那个教学工作 然后第二个人叫那个Tom Michael 然后他是这个偏硬件那个互动这一块 然后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Arduino 就是那个这个Tom Michael这个人发明的 对 然后 首先就是聊一下关于程序员设计师 因为咱们今天话题是关于那个编程和设计 就是我觉得 因为尤其在大公司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程序员和那个设计师 他们的那个思维思路可能有点差别 所以有的时候在沟通上 然后在协作上 在工作上可能会效率不是特别高 然后可能有的 对有的一些新媒体的那个艺术家也是 就是可能之前 之前比如说有一个 他们要做一个什么艺术项目 然后可能要需要一些技术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就会比较麻烦 他们可能会去找一些工作室或程序员去合作 那现在我觉得 因为这个行业可能 就是越来越繁荣 就是咱们说创意变成 也好 然后艺术和技术的结合也好 这个行业可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因为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技术 他们的那个 很多东西都开源了 就是说每个人都会看到 都会贡献自己的那个 那个云代码 然后让全世界人都能看到 然后这样就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渠道 就是学习编程的这个门槛就会变得比较低 然后让很多比如说艺术背景 或者是设计背景的同学 能够很好的 很快的去那个掌握编程 然后去让自己的这个创业 这个整个的开发和设计过程 变得更好 然后今天主要想跟大家 那个分享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网页端的这个创意变成 就是 也就是 咱们说的网站 就是web端的一些东西 然后第二部分是可能偏一些实体的交互 比如说一些装置类的 然后比如说电脑怎么跟你的那个一个装置 实体装置去通信 可能包括一些耳朵的东西 然后最后一部分 可能跟大家就是聊一下 关于3D的一些动画啦 视觉啦 渲染这些东西 然后第一部分就是网页的这个 就是web的这个创意变成 那么就是大家都在经常在聊这个 这个创意变成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创意变成 和这个咱们传统的这个网站的开发也好 这个web的开发也好 其实它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我们首先需要一个 一个想法 然后一个概念 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流程啊 然后视觉什么的设计出来 最后我用代码把它实现 只不过可能创意变成 这一块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一些 比如说好玩的东西 或者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不是去直接面对用户的这样一个 不是用户为中心的这种产品的这种东西 但是比较严肃 就传统的这种web开发可能是 比如说我们像那个阿里巴巴 可能它会是面对用户的 然后面对那个为人服务的 可能去连接全世界的商铺 让那个购物变得更简单 然后这种 但是我觉得它们两者 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 都是需要有设计 然后需要有你的概念 然后最后用编程把它实现出来 然后咱们谈到这个网站 这个也就是web web它在那个编程方面 其实就是 基本上都是就是 就是由这三部分构成的 第一部分叫HTML 然后第二个叫CSS 第三个叫JavaScript 相当于三种编程语言结合到一起 然后去把一个网站去 去给开发出来 其实在那个 严谨一点来讲的话 CSS它并不是一种编程的语言 但是在这里 咱们就暂且把它当成一种编程语言 就相当于这三种东西 必须要结合到一起 然后去完成一个网站 然后这是最早期的一个web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可能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 比方说三四十年前 就是我们刚刚有了互联网这个技术 然后每个人可以上网冲浪 可以看到一些网上的东西 每个人可以互相的去分享信息 然后这个时候的网站 可能是只有刚才谈到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HTML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仅仅有一个框架 就是比如说有输入框 搜索框 然后有简单的按钮 然后有一些文字 然后大标题和一些超链接 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 然后后来呢 这个CSS被发明出来 那个CSS呢 它是一种就怎么说 怎么说是那个 能够给这个网页增加很多样式 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这张网页它可能有不同颜色 就是跟刚才这张图比 它有了一些不同颜色 不同部分 我们可以给它去规定不同颜色 然后它可能组上角 我们可以放一个图片 然后这个标题 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字体的大小 然后粗细 不同的字体 都可以进行改变 然后这些东西呢 在网上开发里面 就是要用CSS去实现的 就是是一个样式表 然后它去告诉网页上的 每一个部分 去怎么呈现它的位置 它的颜色 它的大小就是等等 然后后来就是JavaScript这种技术出现呢 就让我们的那个网站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然后JavaScript在一个网站开发里面 负责的主要是一些逻辑和互动的东西 和一些交互的东西吧 就是说比如说我点一张图片 然后这张图片可能放大 然后这张图片的 比如说背景虚化表 然后这张图片左右两侧出现了 可以就是前后滑动的 这个按钮之类的 或者是我们的上面的菜单 我们一点它会 它会出来一个下拉的菜单 然后里面各种按钮什么的 然后涉及到网页上面这种交互 比如说点击啊 然后比如说打字了什么什么的 就跟网页端的交互 我们就需要JavaScript 去做一些逻辑的一些运算 然后这个web发展到现在 我觉得已经就是这个这项技术 已经特别特别强大了 就是现在web能做什么呢 基本上我觉得能做所有事情 就是首先是传统的网站 就是以用户为中心的 就是这种网站的产品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做 在web里面做动画 然后不管是实时渲染的 还是那个还是提前渲染好的 我们都可以在网站里面实现 这2D的动画 然后包括3D的东西 就是一些互动的 然后这些3D的东西 甚至可以与你的鼠标互动 可以与你的键盘互动 可以用你的电脑摄像头打开 跟你的人脸啊 跟你的眼睛鼻子嘴 各种东西进行互动 然后可以结合互动装置 然后稍后可以提到 就是说比如说你的电脑 可以和外部的一些硬件 就简单来说就是物联网吧 就是可能比如说我有一个东西 一个实体的小车 然后我跟我的这个网站相连 然后网站上面有几个按钮 比如说上下左右 然后我点上这个小车就往前走 点下这个小车就往后退 这种的就是和实体的那个装置结合 然后它可以做数据可视化 然后比如说有一些JavaScript的酷 它可以比如说我有一万个数据 然后我想根据这个数据的大小 在网页里面会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扇形图吧 或者是直方图 然后这些图还可以与用户互动 然后跟鼠标互动什么的 然后它还可以做VR AR 然后还可以做那个机器学习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网页里面 去训练你的模型 然后去让这个让你的电脑去进行计算 然后进行那个一些机器学习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现在外部其实能做基本上可以做所有的东西 就是特别强大 然后咱们稍后可以那个结合一些实际的案例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方面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基本上能做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就谈一下这个processing 因为之前可能前几年 这个是一个特别火的一个 就是给设计师和和艺术家去专门打造的这样一个编程软件 因为就是processing是一个基于Java的一个编程软件 然后相当于它封装了一些已经写好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函数吧 然后相当于设计师和艺术家可以很简单的不用懂Java 然后只需要相当于把一些东西拼命凑凑 就可以实现出特别炫固的效果 然后下面有一个那个网站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或者不了解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 后来就是可能因为processing的算是一个前身吧 然后现在很多的主流的人 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Danny Schiffman 这个processing的这个惦记人 这个算是创始人之一吧 然后他就相当于从processing逐渐过渡到那个JavaScript 这个创意变成了这个东西 因为就是谈一下这两者的区别吧 就是他们两者各有一些优劣 首先说这个Java和JavaScript是两种编程的语言 然后他们都可以做一些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都可以做那个创意编程啊 做了很多炫酷的效果 但是那个虽然他们两个的名字听起来特别像 但是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那个就像那个林志玲和林志颖一样 可能只是名字特别像 然后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能是这个美国人当时为了宣传之类的 然后那个把名字起得特别像 比较好记 但是其实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Java可能现在比较常用的Java可以做 其实Java可以做很多事情 它是一个比较偏几层的编程语言 然后咱们大家如果用那个安卓手机的话 安卓的所有的那个APP 基本上都是基于那个Java开发的 原生APP都是基于Java开发的 然后JavaScript主要是还是刚才提到的 主要服务于这个网站 在网站上面做一些互动的这些东西 然后为什么创意编程 从前几年的processing逐渐转到JavaScript 因为processing它优势是因为它的 它是基于Java 可能它的性能会比较好 但是你必须下载一个这个processing的 这个软件 这个程序在那电脑里边 然后打开 写完代码之后点击运行 它就会在你电脑上蹦出一个小窗口 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比较好 但是它有一个劣势 就是说你无法 你如果想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可能你需要把原代码分享给别人 或者是你需要去 比如说去截屏或者是录屏 然后但是JavaScript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因为它是去做网页的 然后我们如果在网页上面 做一个很炫酷的动态效果的话 然后相当于有一个网站的一个呈现 然后如果这个网站 我们让它上线的话 然后我们把这个链接分享给其他人 就是相当于全世界人都可以 访问我这个网站 然后跟我这个东西互动 所以它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还是优势挺大的 然后这个P5JS呢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封装了JavaScript GHML Canvas的 我把它叫做小玩具 因为它其实不算真正意义上的JavaScript 它只是它算是processing的 web的版本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它封装了很多那个JavaScript动画的一些函数 然后相当于别人给你写好的函数 比如说你想画一个圈 你就直接用这个画圈的函数拿过来 然后可以画一个圈 然后你想画一个方块 你就把这个函数拿过来 画一个方块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JavaScript的一个库 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 做完一些创意的一些小效果 小图形之后相当于只要别人知道你这个你做的这个东西的网址是什么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访问 然后看你这个网站 然后跟你这个东西互动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P5JS写的一个东西 就是因为这是我是录的一个屏 这个是运行在这个web上了 就是它比如说你打开一个网站 然后里面就这样了 然后你可以用鼠标去跟它互动 对这个可能传统的processing是比较难做到 然后这个网址是一个 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小社区吧 就是大家做这种创业编程的这个的人 然后把自己平时的一些小项目去包括原代码会传到上面 然后都是开源的 大家可以看到别人都做的什么东西 然后自己也可以贡献自己的那个作品 然后因为这个网站我记得可能好像在我本科的时候 我去的时候好像是大部分还是以processing开发的这个创业编程的作品为主 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所有的都是JavaScript的开发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网站他们上面的这个作品 基本上都是比较小的项目 可能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效果 它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网站 但是就是一个可能有一两个就特别有意思点 然后我觉得对于出现者来说 就去找一些灵感 然后去学习一下别人的那个代码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就是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先去一下这个网站 就是大家先感受一下就是比如说用P5或者是这种网页的这个互动 它能做什么东西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算式 它比较老了 其实也比较老了 现在来看其实这个并不是这个技术并不是特别难 但是这个好像是几年前就有 然后也挺有意思的 它是一个就是在于它是一个网站嘛 然后在网页里面你用你的键盘 然后点不同的这个按键 然后就不同的这个RD的图形出来 然后伴随着不同的音效 还挺有意思的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大致看一下这个可以做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一个刚才咱们提到那个processing 比如说你想用processing写代码的话 你比如下载这个processing这个程序在你的电脑上 然后你打开这个程序 在那个程序里面写代码 然后点击运行去蹦出来一个窗口 然后这个呢 这是P5.js的一个web的一个编辑器 相当于你打开这个网站 然后你直接在网站的那个左侧 应该可以直接写代码 然后点击那个运行的按钮 右边就直接会跑你这个代码 然后就一切都是运行在那个网上的 就会特别特别方便 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一个算是那个P 就刚接触这个创业编程了 算是刚接触P5.js的时候 第一个那个小项 然后是我刚来ITP的算是第一节课吧 我们当时有个课叫ICM 就是主要是讲这些那个JavaScript 这些创意变成的东西 然后这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右边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 然后有一个灰色的一个背景 然后可能是这个背景尺寸是480乘以400像素 然后在上面画了两个长方形 左边那是一个紫色的 右边是一个深蓝色的 就这样没了 然后但是这个对我的那个意义还是比较大 那个人生第一个算是那个编程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是就是后来学了P5之后 然后自己陆陆续续的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动态的一个效果 就是在web里边运行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逻辑 可以想象很简单 就是一个圈 然后它它一直在运动 然后它的那个半径 那个离心那个半径可能越来越大 然后运动到一定 运动到一定值的时候 它就消失 然后从中间再生成一个圆 再往外走 然后每次运行的时候 可能这个圆的颜色会随机的改变一个 然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这也是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尝试 然后这些都是用这个P5.js做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效果 其实大家可以 我觉得这个P5它是一个小玩具嘛 就相当于像那个乐高积木一样 就是别人给已经给你做好了很多模块 然后相当于你可以把这些模块自己去组装 然后他们官方网站 P5.js官方网站有很多 它的那个例子 包括它很多那个 那就怎么说 就是它给你解释每一个函数是 就是怎么用的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多看一下 包括刚才那个Open Processing那个网站 然后可以去看一些灵感 包括自己平时生活中看到一些什么好看的一些静态图形 动态图形都可以试着用这个小玩具去写一下 然后我觉得下一步呢 因为P5.js它是一个特别入门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是一个比如说你会堆积木了 然后你可能就会继续往下钻研 就是我不用别人给我提供好的这些模块 我怎么样能自己从头开始搭建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模型 一个一个房子就这样 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那个感兴趣的话 在熟练掌握P5.js它整个的这个逻辑之后 可以尝试着去学习一些 就是外部的基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去摸一下 然后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整个外部的 它编程构成是HTML CSS和JavaScript 然后P5呢它就是属于这个JavaScript这一块 但是CSS和HTML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吧 然后因为刚才咱们看到那个web 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网页段的那个编辑器 其实它已经把HTML和CSS已经给你写好了 你只需要把P5.js里面一些东西补全 这个东西就可以成功的运行 但如果要是从头开始写一个网站的话 可能HTML CSS和JavaScript都要掌握一些 然后下面是这些这些东西 就是熟练掌握P5.js之后 然后如果想去学习一下那个web开发的话 首先是WCSS它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平台吧 然后它也是它好像是有中文的一个网站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会提供好多的 HTML CSS和JavaScript的一些技术的用法 一些基本知识 然后第二个那个AmazonMDN是也是一个官方的一个平台 然后它大家如果碰到什么地方不会的话 可以去这个AmazonMDN上面去查你的这个函数也好 你的这个用法也好 它会有比较详细的解释 然后第三个Github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 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了现在很多那个技术都开源的 就开源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有特别牛的人写了一个特别好特别有意思的项目 然后他会把这个项目放到一个地方 然后它所有的源代码就是放到一个地方 然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源代码 然后下载下来用到自己的那个项目当中 或者是进行那个学习 然后Github就是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叫就是怎么说代码的托管的社区吧 就是你可以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那个代码传到这个Github上面 然后全世界人都会看到这开源的东西 然后Github好像前一个上个月刚被那个微软收购 然后之前是谷博要收购的好像没收成 然后现在好像是被那个微软收购 然后下一步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尝试用一些其他的那个那个JavaScript library 因为这个P5.js它只是它只是可能数以万计的JavaScript library之一 因为那个JavaScript library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用JavaScript从头开始写的话会特别特别麻烦 但是library呢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已经给你写好了 就像P5.js一样 就是我给你写好了比如说好多好多个函数 就是你如果想要一个圆圈 我就直接把用圆圈这个函数拿过来用 想画一个三角形 我就用我就把三角形的函数拿过来用 就是他把一些底层的比较难的技术 去把一些模块给你写好 然后供别人使用 然后除了P5.js之外呢我们有好多好多可能数以万计的这个那个JavaScript library 可能不同的不同的库可能会去做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想在web里面做VR 我们可以用一些webVR的那个JS library 然后我们想在web里面做3D的图形 可能有一些做3D图形的JS library 然后做一些网页之间那个互动的动效啊 都有相应的一些库 然后大家可以去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有名的那个这些库 我都是在那个GitHub上面可以找到了 所有的源代码 所有的用法 然后所有的这个例子 然后包括其他人做的一些好的东西 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然后便于大家学习 然后再往后就是一些进阶的HTML和CSS 就是那个因为HTML里面它也分很多很多东西 我不光是放一个标题 放点文字 放点图片这么简单 它也有很多进阶的东西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那个去那个比如说W3C或者MBN 或者是教一些其他教程去学下这个HTML 这个其实每一项语言 比如HTML、CSS和JavaScript 每一项语言都值得就是用很长的时间去学习 视为都挺深的 然后进阶的CSS 然后CSS刚才咱们提到了是那个样式 可以去控制那个网页里面的一些样式 比如说我这个就拿这张图片来说吧 可能熟练掌握P5.js之后 这是一个大标题 然后它的字体是什么 是一个比如说非圣线字体 然后它的距离 它到这个页面那个最上面的距离可能是125px 125个那个像素这样一个距离 然后它左边离这个页面的最左边可能是35px 然后这些东西就所有的距离 所有的位置 然后颜色字体这样的样式 都可以在那个CSS里面实现 然后进阶的CSS 我觉得它不光可以去 规定那个一个页面的样式 它同时可以去做一些动画 就是在最新的那个CSS的技术里面 它有一个叫CSS animation 就是说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网页 它会有一些比较柔和的这样的过渡 比如说我一点击按钮之后 它不是直接就跳转了 它可能这个按钮慢慢的消失掉 然后另外一个文字再浮现出来 或者是从右边慢慢的过渡过来 然后它透明度啊 它的颜色可能会有一些特别柔和的渐变 然后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动画 在CSS里面也是可以实现 然后下一部分就是Canvas和WebGL Canvas和WebGL是两种技术 就是他们都是可以在网页里面绘制图形 渲染图形的这两种技术 然后Canvas它其实是HTML里面的一个叫什么 它是一种叫一个tag 然后相当于我们把这个Canvas的这个tag 相当于Canvas和标和文字和图片和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它我们把这个放进HTML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一些动画 然后刚才咱们提到这个P5.js就是 基于HTML Canvas去开发的这样一套P5.js的库 然后WebGL也是另外一种技术 它可以在网页里面去画一些2D的图形 然后渲染一些3D的图形 交互的一些图形 但是它和Canvas的区别是它的性能可能会好一些 因为它那个Canvas可能是我们用我们电脑都有这个CPU 和GPU就是中央处理器和显卡 然后Canvas可能更多的是用CPU去执行任务 然后WebGL更多的是用GPU去执行任务 然后因为CPU和GPU执行任务的时候 在那个绘制图形图像方面 可能是GPU显卡的那个效率会特别高一些 因为它是那个并行 就是并行那个执行的执行任务的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玩一些大型的游戏吃鸡什么的 然后肯定是需要一些好的显卡 而不是要一个特别好的CPU 因为显卡在这个图像的渲染 尤其实时渲染方面它是很快的 然后总之就是Canvas和WebGL是两种 是两种那个技术都可以在网页里面渲染图形 然后可能WebGL的性能会更好一点 然后这也是刚才提到的那个Github 这个它是一个全球的这个开源社区 然后在上面可以找到所有的 包括一些大公司的Facebook 然后Google他们那些特别有名的一些一些库 开源的一些库 然后你可以拿过来直接用 然后说一下Canvas和WebGL 因为今天主要讲是创意编程嘛 然后可能创意编程主要设计的就是在网页里面去 去那个渲染一些2D和3D的图形 然后这个提到了就是性能有差别 就是一个CPU和GPU的东西 然后这个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P5 它主要的大部分的这个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用它去 执行一些2D图形的一些运算 然后因为它是基于Canvas的嘛 可能它的性能会稍微差一点 但是做一些简单的2D的效果已经足够了 然后那么如果说现在很多的网页都会在那个自己的网站里面加一些3D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些3D的东西呢有的时候还是实时互动的 那么这个就对你电脑的这个处理性能要求非常高 因为它一旦涉及到那个实时的渲染 就说明我可能一秒钟要刷新这个页面60次 甚至更高才能看到一些那个那种特别特别圆滑的一些3D的过渡 就比如说像玩游戏一样 就是它可能是一秒钟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玩游戏 我不知道一般吃鸡什么的都需要多少那个FPS 但是一般都是需要一个比较高的FPS 看的这个图像会特别的流畅 然后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渲染实时渲染3D呢在页面里我们可能需要这个webGL来实现 因为它的性能可能会会好一点 然后下面这个链接是关于是是那个webGL的应该是官方的解释 然后是什么是webGL 就是简单来说我们先谈一下这个openGL 因为openGL是一种它是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呢是去在电脑屏幕上去画东西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几乎我们所有看到的屏幕上显示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基于openGL技术去画成的 然后那个前一段的时间那个苹果公司他们好像是说下一代苹果电脑不支持openGL了 可能是支持他们自己的叫metall的一种一种图像处理技术 因为web它的发展特别迅速 然后webGL相当于我用javascript调用这个openGL的这个东西 然后能够在web里面也实现特别高性能的这样的实时图像的渲染就是webGL 然后呢我们用webGL能做什么呢 我们用webGL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去渲染实时交互的3D 当然不光是3D图形了也可以是2D图形 但是因为3D对这个性能要求比较高 所以一般用到webGL的时候都去做一些3D的图形 然后下面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做的几个webGL的小项目 大部分是3D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NASA做的一个东西 因为NASA它有特别特别多的好的飞行器和卫星的这些东西 然后就是想怎么着能做一个东西把这些东西很好的展现给大家 然后在网页里面可能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去看 然后我只要有这个链接我就能体验到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主要的东西就是它可能有超过130多个这个3D的这个模型 就是它从1960年到2025年这个中间可能有一百多个这个卫星和和这个发射器 然后主侧这所有的点是根据它的那个发射时间的排序 就是从1960年到2025年 然后你点其中一个点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模型就会那个从下面就是掉下去 然后这个相应的模型就会从上面下来 然后那个下边是三个小的这个 测试有测试图那个复制度和正式图 然后你点的话这个模型就会在网页里面去旋转 然后上面是这个网站的链接 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去那个体验一下 然后大致大致分享一下这个项目的整个流程 然后首先是这个模型的处理 因为我们可能这个可以看到里面我们一共有那个超过130多个模型 然后我们首先呢是要处理这个模型 然后把它们可能大小啊 包括所有的破面什么的都要 因为他们的官方模型很多都特别的有破面 然后不是特别的好有的特别特别的大有的特别特别的小 然后首先第一步就是把他们这个破面都修好 所有的顶点什么的都在 左边这个软件是Blender 然后大家可能有的会用到就是 但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是右边这个是CN4 模型很就是五花八门 它那个格式有的是obj 有的是Blender的那个原文件 有的是有各种信息国外的 什么DAE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左侧的这个模型就是特别的 它的很多面都是坏的 然后我就需要先把这个Blender的原文件打开 成为一个比如说FBX或者是obj的格式 然后把这个obj格式的模型再导入到我的COD里面 然后在COD里面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破面 然后所有的顶点然后 不好 然后 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干净 就是它破面什么都没有了 应该都闭合了 然后这一步之后就是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那个每一个下面都有一个三式图吧 然后这个三式图其实我也是肯定不能用手画这个太难 太太耗时间了 然后这个三式图其实我也是用那个COD里面渲染的 就是比如说 我把那个材质 我做一个材质 然后这个材质就是中间是透明的 然后我只让那个边缘是有一个有一个浅灰的一个颜色 然后对根据那个为每一个每一个模型都渲染三张这个三式图作为这个三个小图标 然后右上角是我给每一个这个模型都渲染了一个 就是 我给它加了材质吧 在COD里面加了材质 然后调了光线啊各种的 然后渲染了一个 一个比较高清的一个图 然后这就是那个怎么做的 比如说左边这张图就是 下面那三个小图标的其中一个 首先是调整到合适的角度 比如说辅视图 然后测试图和正式图 然后分每一个模型渲染三张 然后右边就是一个高清一个 叫什么 就是45度角的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这也是算是给他们做的一部分吧 就是因为他们有 这只是一部分 可能那个真的那个 那个模型可能比这个还要多一点 差不多是这两倍 就是他们有好多好多这种模型 然后就是在COD里面处理之后 就是为他们每一张都渲染了一个 这种叫什么 比如说介绍图吧 就是一个高清的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图 然后接下来之后 现在我已经有所有的 所有的这100多个3D的模型了 然后下一步就是关于 我怎么样能够做这样一个网站 然后把我所有的模型都导进去 然后左边是一六那个小点点 然后我去点每一个小点点的时候 这个小点点对应的这个3D模型就会蹦出来 然后可以跟它互动 那么主要运用到的那个技术 就是这几个 第一个是webGL 刚才咱们提到的 就是它可以去高性能的 实时的去渲染图形 在那个web里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 D3.js 然后D3.js它是 是另外一个库 就是JavaScript的库 刚才咱们说的那个P5 可能是其中一个库 然后D3.js是另外一个库 它这个库主要可以做一些数据可视化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我在网页里面可以做一个轴线图 或者是做一些 柱状图 或者是扇形图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还可以跟它互动 然后第三个是SQL 是一个比较偏后的东西 去用来存储我所有的 3D模型 以及相关的所有的信息 比如说我每次点一下 可能我就去 通过这个技术去从我的后台 去把这个模型 然后包括相关的这些文字 介绍图片都抓过来 然后显示在屏幕上 然后第四个是那个web audio的API 就是 这个相当于我在网页里面 用代码可以去写一些声音 写一些音效 因为这个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MP3做好 那个一个MP3格式的文件 然后比如说我一点击按键的时候 播放这个MP3 这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比较慢 比如说我频繁的点击的话 这个声音的那个 播放就不会特别流畅 但是如果用web audioAPI的话 它的性能就会特别好 就是不管我多快点击 那个去播放这个声音的话 它的鼓会乱 就是相当于用程序去控制这个音乐和音效 然后第一部分 现在我已经有所有的模型了 然后下一步可能就去想一下 所有的UI和这个布局的东西 然后也可能 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个人项目 然后不时宜到跟那个程序员对接什么 所以我就没用到比如说Sketch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Photoshop那些东西 我可能就选择直接在网页里面去尝试我的UI和一些布局的东西 然后因为刚才咱们提到这个HML相当于它一个网站的框架 就比方说我要有一个标题 这个标题 那个可能是 一个标题文字 然后 然后左边这一块可能是一六这个缩略图 然后头上面这两个是可能是一个 是两个那个菜单 然后右上角可能放一张高清的渲染的图片 然后右下角我放一些文字的介绍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些 这些块不同的块可能是就是在在HML里面实现的 相当于我这个网站的整个的架构我和谷歌 然后 下一步就是我把我现有的所有的130多个这个OBJ的那个3D的模型 怎么样能够让浏览器识别 因为我直接我直接用这个OBJ 它其实这个代码是是是识别不了的 我必须得把这个OBJ去转成那个JavaScript 去转成代码就是相当于把每一个3D模型都转换成代码 然后这个代码才能被那个浏览器实现 去那个那个识别 然后那个可以做其他的一些互动什么 然后 这一部分也是用程序实现的 就是说 我怎么能把一个OBJ的格式的或者是其他格式的 3D的这个文件转化成JavaScript一个文件 然后因为 大家都知道这个3D的东西它 每一个模型它都是有顶点和面组成的 然后有了这个信息的话 咱们就可以把所有的顶点和面的位置信息转化成那个那个代码 转化成JavaScript 然后被浏览器那个知道就会在浏览器里面渲染一个三维的东西 然后下一步的话 比如说咱们每一次点左边那个小点点 右边就会动出来这个相应的3D的模型 然后同时呢 右上角的图片 包括右边的大标题 右下角的这个描述的文字 然后 那下方三个那个三式图的这个小图标 相应的都会改变 然后 这个就是相当于我要给每一个 模型 去给它规定 相应的 首先日期 就是它 它那个发射的日期用于左边这个排序 然后它对应的ID 比如说我一点这个小点点 根据这个小点点对应的ID去找到这个模型 然后模型呢 它的那个文件 然后文字描述模型的名字 然后右上角的那个预览图 三个视角图 加载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这个就能实现每次我点的时候 就根据这个ID找到 一个模型的所有的这八个 什么这八个东西吧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反映在网页上 然后这个是关于这个 这个流程是怎么样 就是当时我想的时候 就 比如说我可能最开始想 左边需要一个 是我 是我可以点击的一个东西 可能是 一些点 可能是一些折线 可能是一些缩略图 然后我每次点的时候 这个相应的模型就会蹦出来 对吧 然后那个 那个下面那个缩略图 和右边的那个图都会现在发生变化 然后第二个 第二部分就相当于我最主要的部分 就中间展示我3D模型的东西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点击下方的三个视图按钮 可以旋转这个中间这个三列的模型 进行互动 然后第四部分是点击上方的这个菜单 可以切换 首先那个默认的是这个根据时间排序 然后如果点击那个那个image那块呢 就是可以看到它是根据那个那个那个图片排序的 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模型的缩略图都会展示在 展示在这个页面上 然后你点击一个 然后就碰出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说一下这个 对于每一个3D模型 因为所有的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代码实现的 包括它实时渲染的这个材质 然后它的光线 然后那个它的反射就一切一切的东西 这个那个三维场景里面 可能是有比如说加一些雾的效果 可以加一些比如强的太阳这个东西 然后可能都是在webGL里面 然后和互动 那个它可以鼠标互动 我如果鼠标往左把这个东西往右旋转一点 然后我鼠标往右移的话 这个东西就往左实现 那个往左旋转一点 这些所有的东西 是在Javascript里面实现的 后一步可能就涉及到这个代码和上线 这个就再回到刚才咱们说的那个Github 因为Github它其实很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它不管可以 都可以脱过你的代码 就是把你的代码开源 让全世界看到 它还可以直接给你生成静态网页 然后我这个项目应该就是脱管在Github上面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了解一下Github 然后尝试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去用一下 然后学习一下怎么样能够创建一个你的代码仓库 然后怎么样的代码这个文件传到这个仓库里面 然后做你的这个项目去形成一个 然后是一个代码托管的一个战 但是也挺好 但是我觉得没有Github Github应该是全球最大的这个社区 然后这个第二个是也是近期做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网址在这里 这个就是说大家今天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说音乐的APP什么的 然后每次播放音乐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这个条在上下的那个洞 就像下边这个东西一样 然后是一种可视化吧 然后我就想能不能在网页里面实现这样的实时的 我用3D去进行一种可视化 就是相当于给每一个小方块都黏化 然后他们会根据我这个播放的音乐的不同的那个节奏 包括音量大小这些东西去蹦 然后大家可以去玩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这个项目的实现也是用到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个webGL 就是实时的去汇聚这个3D的图形 去控制这个3D的图形 然后你每次点击左边这些歌的时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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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会分析这个歌的节奏 然后比如说这个节奏是一秒钟30下 然后可能每每达到一个点的时候 我就让这个一个块去蹦起来 然后根据那个音量或者是那个节奏的强弱 控制它碰的这个高低 然后让它自由下落就这样 然后这个搜索框是用了这个Spotify的API Spotify是就是全球的 可能是美国的一个那个音乐的平台吧 就听歌的一个地方 然后相当于我在这边搜的时候 就直接从那个音乐网站去直接把这个这个歌去抓回来 然后这个是一个可视化全球锋利的这样一个小小东西 也是做着玩的 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在这个网页里面 你可以去搜索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的名字 或者是你去搜索那个经纬度 然后它会实时的抓取这个地方的那个锋利的强弱 然后反映到中间这棵小树上面 如果风特别强的话 这个小小树就会抖得更特别厉害 就像那个真实生活中被风吹的一样 对 然后你还可以点击下面这个地图上面的随 随意任何一个地方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风的那个速度强弱 然后反映到这个3D的这个小树上面 也是实时渲染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除了做这些webGL的那个互动之外 javascript 这web还可以做VR 因为VR咱们大家可能之前觉得玩比较多的都是那种 都是那种比如说用Unity开发的 然后戴上那种它的眼镜 然后需要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那个电脑主机 才能戴得动的一个VR项目 但是其实现在web的发展越来越好 它的性能越来越好 然后越来越强大 然后我们直接在web里面也可以渲染那个也可以做这种VR的项目 然后这个就是之前那个上班的时候 然后给他们做的一个小demo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这浏览器 就是运行在浏览器里边 然后你去点击这个朝你朝你飞过来的这些不同的几何图形 然后会有不同的声音 然后它有那个这种爆破的效果 这也是实实在那个这个网页里面渲染 对 然后web还可以做机器学习 因为现在这两年那个机器学习 然后那什么AI的东西 那个特别的火 然后那个 其实web现在去年的时候 谷歌新出了一个 专门在那个web里面进行机器学习的那个javascript 库 叫tensorflow 然后用那个库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网页里面实行那个进行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那个编程 然后这个是我一个同学做的一个一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还挺逗的 然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他在做的事就是因为 不好意思 因为那个咱们谈到那个机器学习就是说主要还是训练模型 就是你告诉我电脑 比如说我右手 我右手那个b1的时候 然后我我按按十次去那个训练十次这个模型 电脑就知道可以识别你那个b1的这个动作 然后这是b5 然后左手是b2 是控制右边的这个这个黑条往上走 然后那个拳 左手的拳头是控制右边这个黑条往下走 所以相当于左手的两个动作和右手两个动作 可以分别控制右边的这两个小黑块上下移动 然后这是一个小的游戏 然后伸舌头就是重启游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中间这个小球 然后去那个来回弹 然后用用两只手的一共四个动作去控制左右两个块 然后伸舌头是就重新开始 所以相当于他在做的事情就是 通过训练模型让那个电脑 让电脑知道你的输入是什么 比如说你输入的是 那个左手的是笔芯 然后你告诉他笔芯的时候 那个输出是往上走 电脑就会知道当你 当你那个左手笔芯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往上走 所以这个积极学习在网易上的应用 我觉得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是这个技术目前来讲 我觉得这个门槛相当还是比较高 而且不是特别成熟 然后有很多人 包括我的一些同学正在开发 就是一些更 就更简单的更易用的一些 外部端的这个积极学习的javascript库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那个实体交互的就是 Arduino的一些东西 然后其实web除了做屏幕以内的东西 它还可以做很多屏幕之外的一些东西 然后比如说与实体的装置通信 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些人用过这个Arduino 就是把Arduino和电脑连到一起之后 我可能web的一些东西可以通过线 传给我的Arduino让它知道 比如说控制一个小灯简单的 或者控制一个小车什么的 然后同时Arduino的一些 比如它的一些传感器 它的温度传感器 它的实时的数值 也可以通过这个线发送给我们的电脑 让电脑知道就是一个反复听和说的过程 然后除了这个连线之外 我们还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电路 让我们的那个Arduino和电脑 通过其他无线的方式 比如说蓝牙和那个WiFi 就是等等方式吧 进行那个通信 然后这个是去年 前年的时候做一个小东西 就是说 我当时就是想怎么能够 把实体就是Arduino这个东西 实体的装置和我的web 它们两个能够对话 就是它们两个能够交流 然后这个项目主要是 可以看到左右有两个风扇 然后随便有一个按钮 然后你可以去旋转这个按钮 去那个控制这个电风扇的风量 然后屏幕里边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窗帘 就会根据这个实际的这个风的风量 去去改变它的那个飘的这个状态 然后你你增大这个风量它就会就是飘的比较比较猛烈 然后你减小风量它就会 就会就会停下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主要东西是 首先还是有一个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那个 Apple的那个Safari的浏览器 然后我首先是做了一个 这个在web里边做了一个实时的 这样一个小场景 然后可以通过鼠标的拖拽 可以去那个旋转这个视角 然后可以缩放和缩近 然后呢屏幕之外 我就用那个很简单Arduino 然后比如说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Arduino那个电路板 然后通过这条线 把这条线连到电脑里边 然后我当我旋转这个按钮的那个这个旋钮的时候 我这个旋转那个旋 那个这个旋钮的值 就会实时的通过这条线 发送给我的浏览器 然后那个告诉JavaScript 现在我的那个旋钮是那个转到哪了 然后如果转特别大的话 就改变吹的这个值 然后实时的控制这个窗帘的这个这个值 然后如果转特别小的话 就让这个值回去 它就会飘下来 就是很其实逻辑很简单 然后刚才咱们提到的有线的方式 就是把一条线 用一条线将那个Arduino和电脑去连起来 这个叫窗口通信 然后就是电脑的窗口嘛 然后就是通过这条线 能够让电脑和Arduino 或者其他的这个电路板 这些微信控制器去去对话 然后除此之外的那个WiFi 就是局域网 然后无线网 蓝牙等等其他的那个通信的方式 也可以实现这种屏幕之内和屏幕之外的 这样的那个对话 对 然后这块是关于一些行业的一些东西 因为可能我大部分时间做的东西都 不是特别的那个实用的 或者不是特别偏产品的 但是可能我觉得对于 UI或者是UX3来说 第一部分可能会有点代码的话 跟工程师的合作会比较好 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比如说在公司里面 那个有设计团队和开发团队 然后设计师设计出来的 比如说Sketch或者是Photoshop 什么软件设计出来的这个原型图 然后你用那个AE去做的一些 那个动态的一些效果 然后其实在实际开发当中 工程师是有的时候是很难做的 或者说有的时候是可以做的 但是可能性能啊 包括那个适配跟方面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设计师 如果能够懂一点编程知识的话 可能不需要去写出 那个一些产品级的一些代码 但是至少我能跟那个 工作室合作的时候 这个效率会大大提高 然后第二部分是 那个跟刚才也差不多 就是Sketch 然后Adobe的那个XD 然后Frame等等 这种原型工具 其实它有的时候做出来的 就是原型或者是动态的效果 在实际开发当中都是用不了的 然后尤其是那个Frame Frame它是现在有个功能 就是你在里面画图 就是做好你的界面 它可以导出来那个代码 但是这个代码是在实际工作中 完全用不了的 它跟那个实际的那个 把你的UI开发出来是两码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大家那个作为UI UX 或者是视觉设计师 懂一点程序的话 在那个做原型的时候 就会比较得心应手 然后除了在公司里面做设计师的话 现在有很多很多人去选择做 比如说偏艺术家的 偏西面的艺术家 这样一个角色 然后有人可能去做一些独立开发者 或者是偏独立的设计师 然后经常去参加一些古迹的那个比赛 一些创意的一些比赛 然后可能同时也会有一些工作机会 因为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创意的工作室 去专门去那个 他们致力于这个科技 就是技术设计和艺术的这种融合 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室 然后可能这样的工作室 在中国目前还是比较少 然后那个在欧洲比较多 比如说丹麦 阿姆斯特丹 有很多特别有名的这样的创意的工作室 然后在德国也有很多 然后在美国也有一些 包括日本韩国可能都越来越多 然后下面这两个网站是比较 我觉得是世界范围内比较好的 这个创意网站的平台 他们每天会评选出那个每日最佳 然后每个月会评选出每月最佳 然后每年最佳 就是评选全世界最好的这个创意网站 可能是从UI的角度 UX的角度 然后可能是从技术的角度 然后不断的去往前探索新的网站的可能性 对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他们每天都会 它是一种比赛的形式 然后每个人都会投 去投这个项目 可能是7050到70美金吧 投一个项目 然后如果你的够好的话 他会给你打分 然后如果你的分够高的话 就会相当于得奖 相当于每日最佳之类的 然后第三部分是关于一些3D的东西 比如说3D的视觉的渲染 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这个刚才提到了 就是给NASA做的 除了网页端的体验之外 还给他做了一个相当于3D的视觉 就是我把每一个3D模型的测试图 都渲染出一个高清的东西 然后给他们放在一起 然后这个C4D是 就是本科的时候就开始接触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本科同学 他跟我说有一个特别 特别好特别强大的一个文件 叫那个Cinema 4D 然后当时就尝试的下载了一下 可能就是6个多G 差不多7个G的样子 特别特别大 可能下要下好长时间 然后下了之后 发现这个特别特别难用 根本不会用 然后自己来摸索很长时间 没有找到特别好的那个学习方法 然后去年的时候 就又重新的对3D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然后自己那个就花了一段时间自学 然后刚开始学的时候 就做了一些简单的这些3D的 那个动态的小项目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Cinema 4D 它的逻辑还是比较 就是跟其他的3D的软件来讲比 它的逻辑还是挺难的 就是不是特别一样 就是学习曲线可能比较陡教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学习方法 就是一边做一边学 然后哪块不懂的可以去一些社区啊 或者是去网上查 然后找一些相应的教程 然后这个是最近没事就在做的一个小项目 就是每天都会尝试的去做一个 这样小的3D的东西 然后建模之后 然后在CVD里面渲染 就是它也不是产品 也不是就是尝试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形状嘛 一些3D的形状 然后探索一些那个材质啊颜色啊 然后有意思的那个3D的形状 就是这样 然后现在还在坚持每天在做 可能每天做一个这种小东西 就渲染的静态的这样的那个图 然后这个是去年 去年的去年冬天的时候做了一个 就刚开始结束CVD的时候 然后是给纽约的一个叫AAC的大厦 他们训练有一个特别大的 好像有几十米 这样一个大的巨型的屏幕 然后给他们做的一个 一个动画的一个3D的小短片 然后当时最开始也不是很 也不是很懂CVD 然后就是一边做 当时就选择了用CVD去做这个东西 就想比如说一边做能够一边学 啊 然后右上那个右上角有一个这个网址 就是最后我把它做成一个 这个网页版的东西 因为它这个东西特别狭长 就是你很难放到那个YouTube上面 或者是什么视频网站上面 然后让大家看那个钟离特别长 啊 然后我做了一个网页版本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然后这就是一些那个一些截图吧 然后 嗯 因为这个这个屏幕太大了 这个屏幕好像是 啊 差不多一万多像素乘以 差不多一千多像素 一两千像素 这么大的一个尺寸 所以我们渲染这个3D动画的时候 这个就特别特别的费时间 然后 那个对于这种镜子来说 这样看特别小 但是其实他们的那个精度是特别特别高的 分辨率特别特别高 可能渲染这样一张图的话 就要差不多两个小时 就一个多小时 啊 尤其是有一些这种比较真实的这种土地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种那个那个灯光散射的感觉 然后这个雾的感觉 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都是比较耗时的 就是特别特别慢 然后当时是因为 宣一张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视频来说 一秒钟是30张 30人 然后宣一人 要一个多小时的话 然后宣一秒钟的动画可能就需要 呃将近两天的时间 就是 就是特别特别长时间 然后当时也是把原文件 就是自己做好了之后 动画什么都做好了之后 把原文件发到 就是找到国内的那个淘宝的一个 他们有 他们有这个那种渲染工厂 可能一百台电脑 我把一百台电脑那个连起来 用 用所有电脑的CPU去 一起来渲我这个东西 然后那个渲染的时间就会变成一百分之一 对 然后也花了不少钱 对 然后 就我个人的那个COD工作流程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 首先建模来说 因为COD特别强大 他其实什么都可以做 他可以做建模 可以做渲染 可以做动画 然后他还可以 其实他还可以 可以 你写些代码 然后能控制外部的一些那个尸体的东西 尸体的装置 很强大 然后 我有的时候就用COD直接建模 然后直接在COD渲染 然后或者有的时候用犀牛 我觉得他们两个还是有一点不同的 COD比较偏向于 比较意识流的那种建模 然后比如说你想 有的时候想做一个熔球的效果 或者是一个很抽象的图形 或者一些粒子系统 很炫酷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COD比较好 然后犀牛建模的感觉就是比较实在的 比如说一个工业产品的感觉 想做一个杯子 想做一个椅子 想做一个桌子 可能犀牛就会比较好 然后 但是COD和犀牛 我觉得建模逻辑还是挺不一样 然后大家可以 如果熟悉犀牛的话 可以 就是用犀牛直接建 然后渲染的话 我 还是用COD 因为它的比较出名的就是渲染的东西 渲染特别好 然后它那个渲染器 本身它自带了差不多三四个渲染器 有物理渲染器 有标准渲染器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渲染器 然后 前几年推出了一个叫Octane的渲染器 然后正常的这个一般自带的物理的渲染器 之前即便所有的渲染器都是基于CPU渲染的 然后它的那个渲染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然后Octane渲染器 它是基于GPU 基于显卡 用显卡去渲染你的图像 然后用那个Octane的话 它的那个速度就会大大的增加 就会特别的特别的快 但是同时它也会有一些劣势 比如说物理渲染器 它虽然渲染的图像 它虽然渲染的时间长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效果和材质 比如说物 比如说光线慢反射的感觉 比如说一些钢铁的 腐蚀的那个表面反射的感觉 然后半透明 玻璃 这种材质的感觉 它会渲的特别的真实 虽然时间长一点 对 然后它是那个反复计算这个 表面的这个光的所有的感觉的那个物理 就是物理的参数 然后把这个东西渲染出来 然后Octane渲染器呢 虽然它渲染的时间会那个特别短 就特别快 但是它对一些材质 比如说那个玻璃 毛发啊 然后半透明这种东西 可能渲染就不是那么的那么的真实 然后 那个CVD教程 然后之前也是那个 踩了很多坑 然后摸索了很多不同的 有那个国内的国外的教程 然后最后我还是觉得这个教程 还是比较良心的一个教程 就是我看了这么多 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CVD教程 我都看了 然后这个人就更中文应该翻译成那个灰星星 这个人就是灰星星教程 我觉得那个百度也可以搜到 然后如果大家能科学上的话 这个可以上它的YouTube这个主页 然后那个可以看到它的订阅已经是十多万了 已经是比较好的 比较高的一个那个订阅数 然后它可能是从好多年前 就是CVD刚进入市场的时候 它就开始做那个CVD这方面的那个探索 然后教程什么的 而且所有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现在它有很多一些收费的东西 但是YouTube上面所有的视频都是免费的 然后大家如果想学的话 可以先从它的这些系列的教程开始入手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CVD每一块的支持点 它都会讲到建模渲染 然后所有的东西它都会涉及到 然后包括每个版本不同的更新 然后每一个版本有不同的特性 然后这个人我觉得你直接搜百度的话 应该也可以搜到它的一些东西 就是直接搜灰星星的教程或者之类的 然后我之前也看到有一些国内的CVD教程 尝试搜过一些 然后有很多都是翻译的就是国外的东西 然后其实有的讲的还挺清楚的 但是有一些讲的就不是特别清楚 然后如果能科学上网的话 还可以 那个最好还是看一下这个 然后那个最后再说一下这个 不同的那个职业吧 可能UI UX设计师然后视觉设计师 就是除了做传统的一些设计之外 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发展太快了 可能在公司里面有的时候我觉得跟工程师啊 跟那个产品经理就跟不同的人吧 那个对接的话 如果 如果能学会其他人的思维的话 比如说工程师的思维 在那个公司里面 能把这个项目做的就是效率会大提高 然后产品工程师 就是在此呼吁广大的那个工程师 比如说现在很多设计师都会变成 然后那个希望有一天工程师们也可以 就是有很好的设计的感觉 然后那个实现那个大融合 然后两者可能都能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对方的思维方式 这样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理想的状态 然后独立开发者和艺术家 就是算是比较独立的 可能会去做产品之类的 但是其实也是有挺多工作机会的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创意的机构 工作室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这一块那个发展的越来越好 创意编程领域发展的越来越好 然后我觉得未来对一些独立的开发者 独立生意师 或者是新媒体艺术从业者来说 也是有很大的机会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最后放几个链接 就是我的网站 然后那个blog是有的时候 可能好像是没更新的 但是有的时候会放一些 自己做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可能有一些 呃圆码啊 有一些教程什么 然后我的github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些我项目的那个原代码 然后最后放一个instagram 如果大家那个 用instagram的话 大家可以互报一下 行 然后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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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